保全員看列車近戰 就快停住當下掉臂 在前方砸下來 保全員往前跑 月臺上部分旅客上車 其他人則轉頭查看 發現異狀後 列車這時候再發車往前移動 當時車廂內所有人發現 前方軌道有異物 隨車員通報行控中心 同時準備要掏出鑰匙 其他乘客見狀往後跑 還有旅客不慎跌倒 隨車員眼看來不及了 蹲下來避難 躲不過的這一狀 車廂內亂成一團 面談的時候 情緒起伏是很大的 所以你說他不緊張嗎 他很緊張 從月臺上畫面看 列車近戰掉臂 雜落到保全發現 最後列車離開 關鍵點在27分05秒發現 但直到列車關閉 發車啟動最後撞上掉臂 從保全發現到最後撞上 立時40秒 如果說物件在軌道上面的話 目前是沒有監測的一個機制 在上面 所以特別強到這一塊 事故發生後 終結投入250人次搶修 實際搭上捷運 直擊車內有這一顆緊急按鈕 如果車輛靜止狀態下按下去 或許可以逃過這場災難 台中捷運公司強調無人駕駛系統 有所謂的專業煞停規則 但遭到波及的意外 最後變成悲劇 到底是列車重要還是人命重要 三星期五台中捷運公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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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